一開始呢 進去的時候呢 BAN角 喔 BAN長衣 那對面呢 他要放這個 對面放木森衣吧 然後一開始我選了木森衣 然後這個隊友3呢 他是有跟我打招呼的 但其實我不知道是誰 我也沒有做回應 然後對面就拿了老魚住家池上亮鵝 然後這邊我們隊友鎖光陰 然後他這個木木被BAN掉之後 我們把藤BAN了 然後放集訓工程出來 然後這時候那個光陰問他說要不要換三井 然後他沒有換 他也沒說什麼 也有卡丞安安啊 然後一開始進到遊戲中 來 我們看一下內容好了 等一下應該會下棋吧 幹 我真的打不下去 被那個TG那個 然後這邊一開始我晃 然後這邊進攻 分球 撞到一個空位 然後進了得分2比0 然後這個2點他有蓋到 他說他要蓋第二段喔 記住這件事情喔 他說他要蓋第二段對吧 阿這邊我的 阿這邊我露一顆 這邊我有一個失誤 阿這邊我底有沒有記憶 阿這邊1點露掉了 2點我冒到2比6 然後這邊1點這個被抄之後光陰乾這邊有一點發呆了 這隻光陰要蓋的 這光陰其實也有漏啦 但其實沒差 反正前面打不順就那個阿 就繼續打 然後這邊得分4比8 然後有帝王意識 我當然知道問題不是我阿 我只是不知道這個人他媽怎麼這麼好意思 然後這邊地操拿回球權 然後這邊頂一個後仰干擾近 然後這邊追回6比8 然後這邊 你看喔 那三井說要蓋第二 你看喔 他 記住一件事情 那個前面他那三井說什麼 我蓋第二段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這一球 像 你看喔 這個進攻 我問大家一件事喔 這個轉身這個 轉身這個對不對 這個算第幾段 這是不是算第一段 那那三井是不是跳了 那這接球上籃是不是算第一段 這三井是不是又跳了 那他剛剛一直講什麼 我蓋第二段 我蓋第二段 所以他就一直在漏房 對吧 因為那個不應該屬於他蓋的 他一直瘋狂的強貌 然後這邊來了喔 關鍵來了 我大 我提醒外面要接球 你看這工程離他多遠 你看這工程離三井多遠 浪費我的大 再看一次 我們這個精彩回放呢 肯定是要拉回來看的 這個我們看一下這個 極運三井喔 這邊喔我這邊大空檔 喔你看這一球接到球 這工程 就算是長谷川阿 我告訴你啦 他都補不到阿 然後這個山井接球 發呆把球傳回來 哇 真的是 我都已經說我有大 就是告訴你我要傳球了 然後這邊我被晃倒了 一點沒蓋到 然後這邊 我再打一個帝王上籃 然後這邊是這個10比10嘛對不對 10比10 然後這邊一目露了 一目露衣了 我為什麼不蓋 我不公框你知道嗎 那池上是補得到的 那池上是 這邊2點 然後我有蓋到 你看他說要蓋2嘛 所以我跳接球上籃一段合理阿 他說要蓋2嘛 就是他一直瘋狂搶貓 然後這顆肉房就變成是他的阿 然後你看 這邊 又踢球 這邊踢球一顆 再掉一個球犬 對吧這山井樹又掉一個球犬 從頭到尾 反跑 沒有成功過 然後這邊 踢球再掉一個球犬 這邊底 沒進 板被抓到 也沒大 這邊倒了 才要干擾 藍板 拿到 這邊傳球 你看喔 這山井如果反跑 你看這攻城 這山井 這個位置 然後他往內跑 然後這邊我打不下去了 我又點頭牆了 看 靠北 我兩球給你的機會都這麼好 然後 你的失誤你怪我 我這邊晃倒他 他一定會那一說進來 想要蓋帝王牆頭的那個 帝王之矛的那個牆頭嗎 這山井 內縮 他三個光從頭到尾開在那邊 然後這樣頂 他整場內容打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 我跟他說 你到底在幹嘛啊 三姐 我在說三井 然後這個翻譯翻成三姐 然後他就跑去掛機氣氛了 幹你老實咧 我講句實在話 你他媽這種表現 你好意思氣氛喔 Chill C 講一句實在話 你這種表現到底 有什麼好值得氣氛的 你有什麼資格氣氛啊 這是很可悲 媽的踢球也是你 反跑接不出來也是你 我給他的兩顆都是超大的空位 他的兩顆如果都有把握住接球速投就好了 媽追上六分我們會輸嗎 我們不會輸啊 為什麼我不蓋 你知道為什麼我不上嗎 這個池上是會守的 他是會冒帝王之卯的 這個人把帝王之卯講得好像無敵的招式一樣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他只會踢球 不會投也很正常 那些張豪哥70塊 然後這三井就氣氛了 我真的看不懂 你打這樣子的表現 你有什麼資格氣氛 我講一句實在話 我真的看不懂啊 我真的看不懂 你打這種表現 你有什麼資格氣氛 然後賽後呢 你看喔 我邀他進來 他跟我講什麼 我說你在氣氛什麼 我給你的球哪一個不是空位 對吧 我有罵他嗎 沒有啊 池上守我 他說池上守我 我不打攻框2點 他媽池上就蓋不到是不是 池上也能蓋好不好 而且那個音樂超好聽 那個上一場 我的那個什麼啊 我的帝王牆頭 就有被他蓋過啊 我的那個什麼啊 那種不捨有什麼資格氣氛 唉 然後 他完全 完全 不提他自己 反跑什麼的 空位 什麼都沒出手 然後說我菜雞 真的是秋西郎 唉 我只能說這遊戲沒救啦 這遊戲真的沒救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隨時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囉